南投就业中心日前在桃园国小举办民师讲座 即民宿管家职场参访的活动 希望借由讲座以及参访行程 增加一些中年转业求职的机会 并且能够与民宿业者合作共创双赢 其实年轻人比较不愿意被绑住 年轻人大概他的很多可能觉得说 他喜欢在比较都会地区 他比较可能他的活动性会比较多 但是我们觉得是针对于一个45岁以上 那这些可能他比较喜欢类似这种 这样的一个跟人家交朋友的这样的一个 用他的人生经验跟人家交朋友这样的一个工作 我觉得在民宿管家这些一个 可能对于我们在地的产业 那在缺工这块 也是有一点可以一些做补足的 县员吴国昌感谢南投就业中心的用心 并表示南投观光产业非常发达 能够结合中年就业培养民宿管家 不仅能够解决就业问题 也能帮助大普里地区民宿的推展 希望说以后不管不要说只有民宿 在国行业如果有需要 这个行业可以来 辅助来拖动我们的职业的机会 拖动我们这个经营者 这个欠缺工人和人手的困难 这都是真正好 可以说推动到国行国业 辅助可以有职业的机会 让我们的职业服务中心 可以继续来发现什么问题 发现多少行业缺人 让他们一个转业的辅助就业 让行业可以真正顺利来推动 对于能够没合民宿业 创造中年就业机会 县员林芳瑜除了 肯定南投就业中心的用心之外 也相信在就业中心的帮助之下 也能创造双赢带动地方的发展 尤其是在中年之后 没办法靠劳力去完成一些工作 但是他们有的是社会上的经验 可以透过他们的经验学习 然后投入在我们民宿业者 我相信民宿业者可以 透过他们的专业管理 能够相对的也能够找到一些专业的管理人 管理他们的民宿 让我们的这些民宿业者能够走入更优质 更专业的一个领域 我相信我们的民宿业者会继续的蓬勃发展 副议长潘英全肯定南投就业中心的用心 也希望南投就业中心能够与县府合作 多举办工作媒合的活动 创造产业与求职者双赢的局面 记者称威一普理采访报道